接着要来关注到的是太平洋各个岛屿国家 在国际间的重要性是越来越明显 来自澳洲、纽西兰以及太平洋多个岛国的代表 12号是齐聚斐济的首都展开了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 讨论如何要应对气候变迁 以及中国在大洋洲持续扩张的影响力 那么除了区域领袖之外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也是以视讯的方式出席 解说了美国未来对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合作以及援助计划 这也代表了华府将会更紧密地投入太平洋区域事务 来抗衡中国扩张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12日在斐济首都苏瓦展开 来自15国的代表在这场为期四天的会议上 探讨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迁与加强区域合作 对抗中国在大洋洲的势力扩张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也透过视讯的方式参与 并在会中宣布 美国将在大洋洲国家吉里巴斯与东家两国设立大使馆 还预计在斐济设立美国国际发展总署 区域代表处将提供太平洋岛国的经济援助 提高到目前水准的三倍 除此之外 澳洲与纽西兰也在会议中承诺强化区域发展 为的就是要抗衡中国影响力 中国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专业专业 在美国经济大使馆里面 但确实是增加了他们的活动 而增加了他们的活动 我们从新西兰的观众 说到这些部分 特别是关于区域的保护 中国政府近几年来 持续向太平洋岛国寻求投资 试图增加双方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合作 中国今年也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定 这代表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正逐步的扩大 引起欧美国家的担忧 多年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论坛合作关系良好 我要强调的是 中方一贯不干涉太平洋岛国的内部事务 同时希望岛国加强团结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但就在各国代表巨手讨论种种区域挑战的同时 成员国之一的吉里巴斯却宣布退出 原因是不满来自库克群岛的秘书长普纳继续连任 并认为论坛忽视了吉里巴斯所属的密克罗尼西亚岛群应有的地位 这项举动震惊了成员国领袖 他们担忧这凸显了太平洋岛国之间不够团结的隐忧 欢迎看到美国总统拜登13号出访中东 要和以色列以及沙奥地阿拉伯等国家讨论应对伊朗的威胁 而俄罗斯总统普丁不让拜登专美于前 普丁就宣布会在下周出访伊朗 参加于伊朗和土耳其的三边会议 这也凸显美俄双方角力持续往中东扩展 美国也指控了伊朗提供给俄军攻击型的无人机 协助攻打乌克兰 克里姆林宫12号宣布 总统普丁19号将前往伊朗德黑兰 出席叙利亚问题高峰会 与会者还包括伊朗总统莱西 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三位领导人将针对叙利亚和平谈判进行讨论 而这也会是普丁2月底出兵乌克兰以来的第二次出访 除了三个聚会 当然是两个聚会 昨天我们提到最高级的聚会 克公表示 普丁在德黑兰也会与埃尔段另外举行双边会谈 但并没有透露进一步细节 而在俄罗斯与土耳其前往伊朗参加会谈前 美国指控伊朗提供俄罗斯数百架具有攻击能力的无人机 协助俄军攻打乌克兰 不过伊朗回应 并强调与俄罗斯之间的现代化科技合作一直都在继续 二月进攻乌克兰之后相关合作并没有特别的进展出现 但伊朗当局没有提及无人机似乎是在回避正面答复 怀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导 所以拜登即将要展开任内首次的中东之旅 然而拜登上任以来美沙的关系并不明朗 这次的中东之旅显然意在修复美沙关系 更有消息指出 美国将会撤销军售禁令恢复对沙国贩售杀伤性武器 军院队和部队加紧预演 要为迎接美国总统拜登做主准备 13号拜登将展开任内的第一次中东之旅 第一站落脚以色列意在化解区域紧张情绪 不过事前外界最关注的就是拜登即将会晤 沙烏地阿拉伯的实职领袖 王楚穆罕默德沙尔曼 因为美国情报调查结果认定 他就是2018年记者哈绍吉谋杀案的幕后主使者 尽管沙国是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 但拜登政府对沙国态度明显疏远 甚至在他上任后不久就对沙国实施了杀伤性武器的禁令 然而如今传出美国有意解除这一项军售禁令 而拜登政府之所以态度软化 转为积极强化美沙关系 就是因为仰赖博弯油原来弥补俄罗斯原油缺口 以因应能源价格大涨缓和通膨问题 而纽约时报最新的民调更显示 拜登的满意度只剩33% 至于对于他2024年是否再战 竟然有六成四的民主党员不挺 理由除了对执政表现失望 拜登年纪太大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G7峰会七大工业国领袖大合照 更让年龄差距一目了然 其中法国总统马克宏44岁 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50岁 但今年11月20号拜登就要满80岁了 不但头发明显更稀疏 发言时显然思绪不连贯 口级偶尔复发 就连练读稿机也会卡卡 甚至还多次失言得靠幕僚出马缓夹 然而有美国媒体评论 对民主党来说 最大问题就是目前还没有浮现 适合的替代人选 网新闻 陆乔平纵报道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在宣告破产之后 大批的示威者冲进了总统官邸 要求总统下台 但是却发现 总统官邸早就已经燃去楼空 私国总统已经西家带卷 搭乘军机落跑 飞往邻国马尔地夫 不过私国的媒体也证实 落跑总统已经签下了辞职信 由总理站带总统职务 并且下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斯里兰卡民众轮流坐上总统办公桌 体验当国家首领的感觉 这些示威民众能这么浩浩荡荡地占领总统官邸 正是一位里头的男主人 总统拉甲帕克萨 已经在不久前偷偷搭乘军机逃离祖国了 四国地方官员透露 坠魁祸首拉甲帕克萨 在示威者涌进总统官邸前 就带着妻子与两名保镖搭乘军机离境 并已在当地时间13日凌晨 抵达邻国马尔地夫 而他最年幼的弟弟 前财政部长巴西尔也逃亡到美国 不过拉甲帕克萨的逃亡过程 也是多灾多难 因为机场移民官拒绝 为他办理出境手续 让他错过好几个航班 差点无法顺利逃脱 四国媒体报导 拉甲帕克萨已经签署了 辞职性自13日起生效 国会将在7月20日进行投票 选出新总统 而在此之前 总统职务将由总理 维克瑞敏辛赫代理 他也立刻以代理总统的身份 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总理官邸前又爆发 几名之间的暴力冲突 从民众尚未平息的怒气 能明显看出 拉甲帕克萨的离开 虽然终结了一个政治家族 数十年来的集权统治 但却无法将斯里兰卡 从严重的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 接下来恐怕会有更多人 陷入贫困与饥荒 怀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